那这首曲子她的原唱是那个 朱棣·嘎兰 嘎兰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音乐人间观察室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我有感觉到你现在在装清醒 没有错 自以为是九点半 其实现在是1点43分 凌晨 凌晨时段的音乐 我本来已经睡着了 被你硬挖起来 可是不是要做那件事 对 是要上音乐课 你今天到底要干嘛 快点 我觉得我今天这一集 真的 是算是 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个音诚系列 它是蛮有目标的 可是今天这一集啊 我觉得是 头一次我真的会有一种 不知道我等一下会发展到哪里的感觉 是哦 因为音诚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另外一个系列叫做 其实我原本想要开始的是和弦系列 可以知道和弦是音乐的学习之中啊 我觉得最复杂 最难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你即使是当面一对一 我教你和弦的东西 也都不一定让你很能理解的 何况是用纯听觉 对啊 怎么办 但是因为我后来我就是网开一面想啊 网开一面 你对谁啊 对听众是不是 还是对我 没有 我都想要乱用成语 你下次也开一个就是凌晨两点的 对啊 我要弄一个黄利品小学堂 成语小学堂 对就是我 其实当面一对一教 我都不一定可以有自信教的好 何况是用纯听觉的方式 对啊 怎么办 所以我想要先用旋律 也就是音阶系统来开始 再继续下来 就是因为其实音阶系统 这个东西是比较直觉的 可以用纯粹听旋律 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等一下 到底什么是音阶系统 什么是和弦 你在说什么东西 好 OK 那我这里 我先来讲 音乐总共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哪三个 什么 再讲一次你刚刚的问题 音乐 音乐其实 把它拆解开来 其实就只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哦 我知道我知道 哪三个 就是旋律 节奏 还有那个 等一下哦 我刚刚有想到的时候 我突然又忘记了 就是和弦 对 和弦就是和声 对 我们会讲和声 那其实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和声的话 它其实是 比较是 快撞 垂直的东西 譬如说同一个时间 你听到的是 这样子 或者是 然后其实 它的比较狭义的定义的话 应该是说 就是以三度 往上叠 然后 它有三个音 甚至以上 譬如说是四个音 这叫做和弦 就是一起按的 就是和弦 对 但是我说三度是 大部分是三度 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两 中间有两 两度 这里算是和弦嘛 但是如果是 我会说 基本上一定会有三度的元素 是因为 如果我是全部都是两度的话 这样听起来就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想到的和弦 就是那个音都挤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是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 或者是 甚至更多 如果你手够大的话 这样子 这些音 一起按下去 对这样 现在我现在都弹一些 那个和弦 等一下你刚刚弹的第二个 怎么有点像那个玛丽兄弟过关的时候那个音乐啊 对 你刚刚有弹这个吗 没有啊 我没有弹 好 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和弦 对对对 就这个 对 这个就是在破关音乐的时候 很喜欢用这样子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很复杂 所以我现在想先不要弹它 对 因为其实我很难跟你讲说 因为你知道 这总共有12个 主要就是总共有12个音符嘛 就是 这12个音符 它每个上面都可以堆砌很多种和弦的音 所以我觉得是要很难去 在没有钢琴这个视觉的辅助下让你了解 所以你刚刚说一起按就是和弦 如果说这些音分开来 拆开来弹奏的话 就是音阶吗 对 音阶系统的话 它其实应该算是一连串的音符 可是它是有一个 有规则性的排列 好 比如说 我们今天来讲到的 第一个最简单的音阶 其实是大调音阶嘛 那大调音阶其实就是 也就是 全部都是白剑 对 那其实它不一定要从都开始哦 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只有这个是 但其实你在弹这个的时候 别的音符也会说 为什么不能从我开始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从别的音开始的话 你只要遵照它的那个排列顺序 也就是全音 全音 半音 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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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音 了解 好 叫做全全半 全全全半 如果我们从其他音符开始的话 我们也找这个 这个路级 等一下哦 因为你刚才讲那个全全半 全全全半 对 你要先讲一下 黑剑跟白剑的关系 哦 好 那 黑剑跟白剑的话 其实不一定是 白剑旁边一定会是 黑剑哦 比如说me的旁边其实是发 这两个都是白剑 嗯 就是它警铃在旁的那一个 就是一个半音 对 是一个半音 然后如果是c的旁边是do 这也是一个半音 对 但是它都是白剑 对 对 那其他的音 像比如说do的旁边是 生do的话 它是一个黑剑 好 这个就是一个半音 对 然后生do到re 嗯哼 又是一个半音 对 对 就是全音就是 全音就是中间有包括两个半音 就是 好 中间有隔一个音叫做全音 了解 对 好 那如果我从其他音符开始 排列这个顺序的话 嗯 就会是 全音 全音 半音 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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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音 哦 就是那个以前在弹钢琴的时候 就是要移调的话 就是这样做嘛 对 呵呵 好 那 反正你就会知道说总共有几个大调音间呢 几个大调音间就是七个 吗 不只哦 因为我 我刚才不是有说十二个吗 哦 其实因为我们通常说七个是白键的 是这七个 嘿 但是其实黑键的这一个 哦 你说每一个都要数就对了 对 七加中间这个这五个 好好好 五声音节嘛 对对对对 就是你最喜欢的黑键 对 它其实总共有十二个 了解 十二个音节 对对那但是 呃就是我现在都是以就是对 就是即大调 就是以对对为主音 嗯哼 来讲会比较清楚 嗯 对 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我们来做一个心理测验 又来 对 rugged 音乐的占谱 对 来一点神秘的音效 音乐的占谱 好 这会玩这个 好 来哦 你现在用就是你自己的感受 你随意的 你觉得你 我现在弹的这个音节中 你最喜欢 你自己觉得你最像哪一个音符 好 来哦 好 我用唱名哦 Do Re Mi Fa So La Si 好 你觉得你自己 直觉上面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音 这很准哦 La 好 结果是你喜欢La 你很无聊耶 这我用过了 之前我有一集有讲这个 好 那 你喜欢La对不对 表示呢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谈的这些音符啊 它都有一个功能 它绝对不是每个都是平等的 就像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些音符像是一个团体 比如说你们公司有七个人 那你不可能七个人都是一样的地位嘛 你一定有一些是主要的人 比如说Do这个音 它叫做主音 它有一个名称叫主音 就是主音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整个奠定这个音阶最重要的一个音 就很像是你们公司那个领导人 或者是它是一个头 那还蛮重要的人耶 对 它是一个会帮大家就是稳定均心的那个人 嗯哼 对 那个就算是很显而易见的人 因为如果我今天我不是从这个Do出发的话 我可能就会从 Rai Mi Fa Sol La Si 叫你听不出来它是 Do这个的 这个C大调的大调音节 蛤 对 就是你没有把你最重要的音弹出来的话 其实我会基本上我会听不出来 比如说假如 就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吗 对对对 比如说就很像是一首歌 它最后没有回到这个音 哦 了解 对 你可以从任何一个音开始 可是你通常最后 还是会回到原本的音 比如说生日快乐歌 是从So开始嘛 但是最后 哦 我听到这里我就知道 哦 原来 我回来Do我就知道我是C大调 对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C大调 因为其实音乐有分唱名跟音名 那我刚才说的是 Do Re Mi Fa Sol La Si 这个叫做唱名 那音名的话就是 Do就是C Re就是D 就是C D E F G A B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讲什么调 什么调的时候 我们会用C D E F G A B 所以C大调就是 以C就是那个 Do为主音的 就是C大调 对对对对 了解 那它有另外一个 一体两面的东西 就是 有点像是 我今天我这个团体中 我这个Do很 非常非常的 出色 出彩 所以其他人就可能眼红 就想说 我才要是当头 就很像是一个团体中的小团体 那其实它也许是同样的组成 但是它是从La开始 你就是那个小团体的头 我吗 对 就是 喊开哦 如果我从La开始的话 我一样弹刚刚那个七个音 但是我排列是从La开始 对 你觉得这个团体的感觉是怎么样 神秘感 应该是有点悲伤 有悲伤吗 神秘的话应该是这样吧 这样子比较神秘 你在台词刚刚的我的La的 这是悲伤哦 是不是 是被老板扣薪水是不是 对 也许你就是那个比较是 像是浮伪会 对 这样大家浮力很差 对 就是你要争取说 为什么都是Do当头 我这里也很棒啊 这样子 好 可是你的这个La 在这个团体中也有一个特色 你也是一个比较安定的音 好 我所谓的安定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在我刚刚谈的这些音符中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C大调的 大调音界的话 那Do这个音是最稳定的 一定的嘛 就是它是算是 你听到Do就感觉到回到家的感觉 回到一个团体的最中心的思想 对 那Me也是一个很安定的音 好 那So也是一个很安定的音 好 那你一定要听过那个 就是那种百货公司的广播 比如说要失误照点或什么 它就会有一个 对 黄丽萍小朋友 你的家人在哪里等你 妈妈 好 这个它就是要安定你的心 是吗 对 因为如果 我们是叫大家来听她说话 如果今天我百货公司是这样子 你觉得你永远找不到妈妈 黄丽萍小朋友 你永远找不到你的妈妈了 妈妈 你的妈妈在一场车祸 哎呀 不要乱说 但是你看哦 然后你讲完之后就 你真的觉得我的心被抚平了 这你自己乱掰了吧 对 对 好我刚刚谈的这个Do Mi So 这三个音就是最稳定的音 嗯 好 那怎样的叫不稳定的呢 就是 Re Fa La Si 好 你看如果你不会作曲的话 你就是可以从Do Mi So Do 或者是Mi So Do Mi 或者是So Do Mi So 开始我来示范几首哦 譬如说 你可以学一首就是那个 脱衣女郎的那个最经典的代表作 脱衣女郎 对就是以前那种龙胸虎弟他们那种节目 他们主要要那种就是脱衣舞的时候 海铭你会 有没有听过 有 我有看龙胸虎弟 对 而且这个地方一定要用那个萨子峰啊 或者什么就是 有点像是摇 很摇艳的 萨子峰在这边很适合出现 对 但是钢琴没办法 调琴的感觉 对 你看啊 它一开始有点像是 我一开始先是一个稳定的 So Do Mi So 但是我先想一下 要怎么接下去 我会听一下 然后 Fa Mi Fa Mi Re Fa 好你看 不稳定 你看 Fa Mi Re Fa 虽然有中间有接过一个Mi 对不对 可是它后面就停在Fa 对 你是不是觉得 如果这首歌弹到这里 你会觉得那个脱衣女郎的那个脚 就在你的那个大腿之间秤到一半 没脱完啦 对 然后但是 So La Si Da So Fa Mi So 好又回到 Do Mi So的So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好像又 告一个段落这样子 对 所以音乐其实就是在这种紧张 还有解决中进行下去 对 那你的那个La呢 你的那个La 它也是一个不安定 对 但是 我说不安定的话是 譬如说如果我是 对不对 我说你刚刚那个也是有安定的可能是 如果我这首歌我转成的小调 它就会变 瞬间变得安定了 比如说 是不是 觉得威武娘 从凉了 对 从凉 就是她乖了吗 对 那你看 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这样弹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还有另外一首 像有一个小提琴大师啊 克莱斯乐 它有几首很经典的曲子 就是像爱之喜 就是爱的喜悦的意思 就是它的旋律是 好 这首曲子是那个小提琴的曲子 所以比较难用钢琴来表现 真的很难耶 对 那其实你看 它一开始也是 So Do Mi So Fa Mi Re Do We Fa 哦 对不对 它停到La 就感觉没有完毕的感觉 对 对 但是如果是它另外一首叫爱之杯 它是 你有听过这首曲子吗 有有有 对 你看 Mi L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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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它这个La就感觉是比较安定的 对不对 但是我刚刚弹的也都是 就是 我刚刚弹的是A小调 就是C大调的另外一面 对 就是以La为出发 但是都弹刚刚那些音符 对 好 那 所以你如果在做曲子 你不知道怎麼開始的話 你就先從你自己開始 你自己就是一個安定的音 就是ド、ミ、ソ這幾個音 這幾個音很像是我們一個團體中的 比較中間份子的感覺 對,那レ、ファ、ラ、シ 其實它也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整首歌都沒有其他的 這些東西的話 你完全這個是死氣沉沉的團體 它是完全就是一個 一彈十歲,譬如說我現在彈一個都是 ド、ミ、ソ 我們用生日快樂歌好了 好,答案應該是手手拉手 都吸對不對,有拉和吸 那如果我全部都把它拿掉 但是我的節奏都一樣 就是用這些音符 你剛剛是只用ド、ミ、ソ 填充到這些節奏裡面 對,譬如說 ソ、ソ、ラ、ソ、ド、シ 那我變成是 ソ、ソ、ミ、ソ、ド、ソ 但是你第一句話 你會覺得還好 但是你後來聽到最後的時候 你會覺得完全沒有任何緊張 就是有點無聊 對對對 這樣的團體就是叫做 沒有任何有創造性的人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選擇 Rae的話 我會說你是比較 你離大頭 就是如果都是那個主管的話 那你就是主管旁邊的那個秘書 那那個秘書的角色 他可能就會提醒主管說 我們要回來公司的策略囉 就是或者是 他可能會發展到 可能ミ是比較像小主管 對,那如果是 ソ、ミ、ミ、ファ、レ、レ 我可以回到ド 也可以回到ミ ド、ミ 這樣子 都是好像是比較穩定的 那那發的話是 比較不穩定 因為發的話聽起來你會有一種 比較像是公司那種 比較叛逆頑皮的人 對,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是 你聽到這點會覺得更不舒服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 好像稍微好一點 對 剛剛就是 我剛剛一個是聽到Fa 對 一個聽到Rae 你會覺得Fa是比較沒有完結的感覺嗎 對 所以Fa這個音它更 比較不穩定一點 它比較不穩定 其實我昨天想要選Fa欸 對 因為我覺得是 好像是 Do到C的 比較中間的那一個 覺得好像比較中庸之道 可是它其實比較不穩定 對 那我們之前不是有說 就是如果是屬和弦 好,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 Do是主音 然後 Mi是中音 然後So是屬音 好 是屬於的屬 對,屬於是屬 我之前不是有講到 是那個在獸言那一集啊 我有講到說 屬和弦是很不穩定的對不對 對 所以是 因為它有一個 這個真視度 可是如果這個 這個 它其實 不是在和弦上面 它純粹是在旋律上面的話 它又會變成是一個 安定的音 好 對,因為可能是 DOMISO這個和弦的關係 它是DOMISO這個 其中一個 最後這個和弦的音 DOMISO的SO這樣子 它是一個安定的音 對,但是它還是叫做屬音 對,屬和弦跟屬音 就是都是從SO 都是這個SO為主這樣子 對 那這個Fa叫做 下屬音 就是SO的下面 好,其實你可以這樣想像 就是 通常上面的人就是比較安定 但是下屬就是會比較愛做怪 嘿嘿 所以Fa是下屬音 感覺就是下屬愛做怪 對 但是下屬音跟 這個 這個RE 那這個RE叫做上主音 就是主音的往上一個叫做 RE就是上主音 那Fa是下屬音 那這兩個其實他們兩個有點類似 他們其實就是都是比較 公式中比較 比較沒有這麼穩定的音 對 但是你看喔 如果是我彈Fa的上面的和弦 就是Fa, La, Do對不對 是Fa, La, Do 那RE上面是Re, Fa, La 是不是他們有重疊共用Fa, La這兩個音 對 Fa, La, Do,Re, Fa, La對不對 對 它共用這個音 表示他們兩個是有親戚關係的 對 好 家族企業來講 對 那La的話呢 La, Do, Mi 其實為什麼我會說 以和弦來說 La是比較安定的音 是因為它共用了Do, Mi 就是Do, Mi, So的Do, Mi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安定 但是如果是La出現在旋律中的話 它又變成是不安定的 就是Re, Fa, La Do, Mi, So 因為它就是在Do, Mi, So的旁邊 Do, Mi, So的旁邊 Re, Fa, La 它就是如果你聽到這些音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沒有完結 很想要倒回Do 對 然後倒回 譬如說Fa想要倒回So或Mi Re想要倒回Do和Mi 然後La的話想要倒回So 這樣子 這不是出自人的直覺 就是說它是 它到底是 因為我覺得這樣唱比較好聽 還是說這是一個樂理的 一個什麼規則 它有科學根據 它有科學根據 就是這個是跟它的波形什麼的有相關 對,那真的要涉及這個科學原理是很複雜的 對,所以我們就先不講這個 我已經快要睡著了 好,沒關係 畢竟是半夜 對 這個的確不容易講 但是你真的 你自己去 去聽音樂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都有這個原則在 就是它不可能永遠都是那些主要的音符 安定的音符 它一定都會穿插著 甚至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營造出人的興奮感 也許就是停在這些關鍵的 比較跳躍 比較 應該我覺得應該是比較 跳躍框架的人吧 就是我覺得這些音符 瑞發拉這幾個音符 就是在這個旋律中 這個團體中 扮演的就是這樣的角色 你可以示範一段旋律 然後停留在這幾個 比較不穩定的音 好啊好啊 OK 那我就用 生日快樂歌好了 好 好,我聽到的是C 嗯哼 好,Doremi Fasura C的C 是不是你覺得就很不穩定 就是沒有完結的感覺 嗯 好,那我彈其他的 我聽到拉 嗯 是不是也沒有完 嗯 好,或者是 欸等一下你這樣子舉例 就是我會覺得 這是一首歌 我本來就知道啊 這樣我當然知道沒有唱完 好,那我來發明一首歌 對 我自己創作一首歌 嗯 好 好,我彈到拉嘛 就是很想要 你是沒彈完是不是 對 好,那我聽到C D 哦 覺得只有 在一半就停下來了 對 好,或者是 好,喔 了解 好,那F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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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現在聽到的是 沒有 對 好,你有感覺到 我聽到SO的時候 然後,如果我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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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C是 我,我覺得這個音很重要 嗯,嗯 嗯,嗯,嗯,嗯 这个团体最后的一个垫脚石的感觉 就像譬如说 如果我的制作能够帮公司 有赚到这个钱 那我觉得我是 也很有存在价值的 对 那同样的 因为你刚才不是说你是 你觉得你是一个 拉 对我刚才忘记说 这个拉呢 它的名称叫做下中音 下中音 好 因为其实拉这个音 我们刚才不是说 咪是那个中音吗 对 那它就是中音的下面 但是它们两个咪拉的关系很 非常重要 对就是譬如说 如果我弹到咪的话 我就会很想要导入拉这个音 它是一个五度的关系 就是 我快要听不懂了啦 对没关系 这个就算了 反正我重点就是说 你是下中音 那之后我再弹到小调的时候 我再深入的讲 好 我会深入的听不懂吗 不会不会不会 反正我用例子 你就可以理解 好 就是我是导音嘛 那导音除了可以导到 导到主音都 但我也可以导到你 对 等于说 就是我在你旁边 对 等于我觉得我在这个家 我也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 像是 以你为主 然后我是一个辅佐型的人 这又是你乱掰的吧 你不能认同 对 我觉得这过去十几年来 就是你好像不是展现出这个模样啊 好吧 慢慢的有了 对啦 我承认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音乐 它很复杂 它虽然说我是在 我刚刚讲到的这些音符是这些角色嘛 可是它不是一层不变的角色 比如说 你看哦 你如果是拉的话 如果你是以拉开头的音 你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说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定位是 如果我现在弹的和弦是 手 系 锡 的话 就是属和弦的话 那你这个角色就变得不稳定了 因为你是 然后你会想要导到收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一首歌里面 它一定会有一直在不断的变和弦 那你的角色就会一直在调整 一直在调整 很像是你在一个公司中 你不可能永远是 你觉得你是安定的音 你永远都只能做那些事情 因为你的就是可能在不同专案 会负责不同的事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要根据你现在的和弦的状况 如果是和弦就像是 你会遇到的突发状况的话 你要随时调整你自己 那你说我是导音对不对 导音好像永远都没办法成为头 可是我可以在下班的时候 我转一个调啊 譬如说 如果我现在变成是 干嘛 跑去酒吧喝酒啊 对 如果我现在转到这个调的话 那我这个C不是就变成了是 就是鼠音了吗 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稳定的 对 那我甚至我可以 如果到B大调的话 那我就是主音了 对 好难哦 对我可以随时在调整自己 成为那个 我下班之后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主人 那我就自动变成转调的主音 好了解 对 好 那我讲了这么多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听到 还觉得有点一头雾水对不对 人家已经关掉了 没有听到这里 好那我现在来举一个例子 因为其实现在快圣诞节了嘛 对 我想要就是 这到圣诞节前的这四集 最后都是用圣诞歌来举例 圣诞歌真的很多耶 对 那其实圣诞歌 我觉得它作曲上面 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可以分享 好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首曲子叫做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对 它中文的意思就是 给你自己一个快乐的小圣诞 对 那这首曲子 它的原唱是那个朱棣 嘎蓝 嘎蓝 这个剪进去没关系 朱棣家蓝 好难听 嘎蓝 好泰哦 感觉很像 咬着什么耶 因为嘎就是咬的意思 朱棣家蓝 对不起 它已经过世了 还这样子 诶那幕片很悲伤 你把它弄得那么 朱棣对不对 对啊 就是Over the Rainbow的原唱 那Over the Rainbow以外 它很著名的一首曲子 就是这一首 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 它是取自一个音乐剧 叫做 相逢在圣路意 对 这一个音乐剧 然后它的电影版啊 有人会翻成火树引花 对 那我们也看过这部电影 可是它这首曲子 是非常经典 所以应该只要一听到这首曲子 都会知道 哦 这个是一首很 非常有节情气氛的曲子 嗯 对 好那我来弹一下它的旋律哦 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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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好,那你有注意到它的旋律啊,一开始也是很稳定的几个音 你看哦 DON MI SO DON 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广播的声音 对 可是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一层不变的稳定哦 因为你看它的和弦哦,它和弦会变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都是C的话 C和弦的话,就会变成是很稳定 譬如说 DON MI SO DON 对,可是这样的感觉没有那种 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嗯 那我现在是 变成A MI 然后 对不对 我现在变成D MI 就是我刚刚这一段旋律,我短了30和弦 就是你左手用了不同的和弦 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气氛是吗 对,然后因为它在那个和弦中 它每一个音的位置又是不一样的 就譬如说DON 这个音它是C大调的主音 但是MI SO 好,这个地方 以这个Am来看的话 SO就会变成是一个 就是小七度 就会营造出比较紧张的感觉 然后 好,这个地方Dm Dm的这个SO就会跟RE是一个完全四度 好 好 好,你看我刚刚这几个音 在每一次的弹的时候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不是唯一你会碰到的和弦进行 因为我刚刚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首曲子可能圆曲的样貌是这样 但是有些那种爵士大师 他可以把它变得更特别 比如说 我随便乱弹 或者是 你真的有爵士感耶 或者是 好好听喔 对 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这个公司 你不可能永远遇到一样的人 一样的气氛 一样的事情 他一定都是有很多挑战的 可是你要把自己调整到 就是适合这个位置的人 譬如说如果我今天 我现在在一个公司中 我一直都很想出头 那我就很想要一直出来 譬如说刚刚那个 我听到 对不对 但是 re可能是一个比较不稳的角色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c这个角色 我一直很想要出头 那我就一直想要成为头的话 但我要看情况 譬如说 好 如果我现在弹到这个音 你会觉得弹错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等于我没有去 配合这个环境去做调整 因为我听到这个和弦 变成是这样子的和弦 是降C的和弦 可是我就直一弹C 就会打架了 对 所以我这个地方我就不要急着出头 譬如说 D MI S D S S F MI RE D S 好 我这里 虽然我不是头 但是我有 手心 还是有弹 对 SEN SO C RE 其实我有出现 对 可是我隐藏在下面 可是如果我没有出现的话 你就会感觉 就少了一位 对所以我就是我不出头 但是我在里面 对 OK 很有趣欸 对 然后你看它的旋律后面的发展 你看 它原本是DOMISO DO 对 下一句就是MISO DO MI 好 你看小主管出头了 对 一开始是DOMISO DO 是我主管是头 开始 但是我下一句我就是 好我们现在来开启一个新的Project 就是MISO DO MI 是小主管 MISO DO MI RE DO SI LA SO FA 好你看哦 这里很精彩 就是我转调了 我转成A大调 它完全是变一个调 但是MISO DO MI 原本是小主管 对 原本是小主管 但是在这个LA DO MI LA SEN DO MI 的角色 它又变成是鼠音 对 好 你看 我在音乐中 我自己不断的调整角色 我可能 我带了一批我的就是 班底 对 然后我创造了一个很棒的机会 然后我成为这个团理的头了 嗯哼 对 那这个地方的和弦 你甚至可以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 MISO DO MI PRODUCINUS 好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变主音了 嗯 对 因为它这个曲子实在是写得太好了 所以其实 我们后人就是每次弹 他都可能每次唱 每次诠释 他都会完全有 跟原曲 不同的搭配 对不同的搭配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他 他即使是暂时的转调 可是他最后都还是要回到这个抖 嗯哼 因为这个就是公司的核心价值啊 嗯哼 就是你即使说 好你今天你是一个头了 然后你可能就一直在发展下去 你 你 以为主 然后但是你都没有回去抖 嗯哼 那这首歌也不好听 嗯哼 因为等于 你今天还是 你只是暂时的角色 嗯哼 你没有想要 倒回公司的 最重要的 那等于说你是跳槽出来创业了 哦 了解 你没有就是回到公司去 为公司的长乐来想 呵呵 所以这首歌最精彩的地方是 他即使出现很多很多很精彩的和弦 但是最后 好你看我经过了啦 然后经过了倒音C 对 但是又回到了D 对对对 但是我在伪奏的时候 我可以做一点变化 譬如说 好 我最后我故意 好这个地方就是主管让弦了 好 主管他不想要出来 就有开放感耶 对 他可能他就是这个主管他也很会 就是给其他员工一些机会 他可能把Re提出来 但是他其实他的角色大概最底下 好 就是 对 就是 美其名就是让你发展一下 可是其实那个风筝线还是 对 紧紧握在手中 对 对对对对 他其实 如果你最后你没有回到Do这个音 整首曲子会变得很不稳 譬如 我说的是更音的部分 譬如说如果是 Mi Re Do Si La Si Do 好我现在 我的最下面是 mi 等于说我让 我让这个小主管称大局 嗯 你会觉得这首曲子 好像 这个公司的根基有点奇怪 但是 如果我是 作证的是Do的话 比较稳定 对你会很清楚的感觉 但如果是收 收为节乐的话 也是很不稳 好 你会感觉到 是不是这个公司 好像 差几步 就可以了 就感觉老板是临时出国是吗 对对对 那其实你看啊 如果你今天你是 La这个角色 那我是C这个角色 其实我刚刚出现的 这几个音都有 我们也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譬如说 Do Mi So Do So Fa Mi Re Do Re 这里都没有我们的试嘛 嗯 Do Mi So Do So Mi So Do Mi 好来出音喔 Re Do Si La 我是C你是La 对 So Fa Mi 好 Do Mi So Do So Fa Mi Re Do Re Do Mi So Do So Mi So Do Mi Fa Mi Re Do Si Re Mi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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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你没有这个C的话 真的整首歌没有那个味道了 比如说 不好听 这样才很浪漫的smoothie 对对对真的有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那个 浪漫的人 我是一个很出彩的一个点缀 就是我如果没有我在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 整间公司它就会是 也是可以发展下去 可是就是少了那个火花 对我把自己定位成这个C的原因 是因为它其实 可是火花一下就没有了哟 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想要创造我自己精彩的生活 我可以在下班之后转调 转到我的调 对我可以自己发展我的调 就像你现在在做的事嘛对不对 对好你有发现其实这首歌 它其实一直在转 但是其实它有一个SOP 就是一家公司它有一个SOP 譬如说你要怎么样到主管那边 通常就是会有一个程序嘛 你说到主管那边是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就是 文件 对我有一个提案 我应该先给小主管 然后再给中主管 然后再给就是最后的主管嘛 它就是一个路程 对那其实在和弦进行上面 它其实也是像这样子 它很喜欢用一个路径叫做251 好譬如说251 好那我如果我要到主管这个和弦的话 我就很喜欢的是 对不对 好你看哦 251 251是指RE SO DO吗 对RE SO DO 对那你看啊这首歌 DO MI SO DO 好这里哦 嗯 二 二级然后五级 对那就是到了主管 好那你看 如果是我整首歌都一直在重复 就是251 251的和弦的话 其实基本上这首歌 它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行 就是整个公司的运作 会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可是呢有时候我会觉得想要 我们在公司待久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打破 想要来点新点子 为什么我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经过中主管 才到大主管 有时候如果 我有一些很棒的想法 很棒的idea 我是不是可以在 有一次跟大主管 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透露出来 好 等于说我有点越急 但是 但是我如果是用一种 很精彩的方式 我不是 一层一层很正式的上去 而是我透过 就是这样闲聊啊 或者在茶水间的聊天 所以这就像是 很近的和弦进行 譬如说我是re对不对 我re然后我要到so 再到do 对 这是一般的路径 re so do 可是我可以走捷径 我可以走re do do 也可以走 这是什么 这是叫临近的音 对 就是和弦进行中 有几个常见的 就是 二五一 或者是 四五一也可以 四五一 因为四的话跟 二其实很像 就是法拉 do re法拉 还有重复的音 对 对 但是二五一可以最好听 因为二是小调 然后五是 数和弦 然后 c是 do mi 是 组和弦 所以你会觉得 它的色彩是更多变化 是比较阴暗的 然后 有点紧张的 放松的 这个是最好的路径 但是我刚才弹的那个 re 然后 降re do 它是经过音的路径 但是 只要有歌中 如果我出现了这样子的走法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家公司是很活泼的 它是更有生命力的 但它的终点还是一样 对 所以有时候你不用很拘腻于一个公司的SOP 你可以就是发展你自己的一些创意 但是重点是你要懂得之所进退 就是你今天你在这边 你 你 re do do 你 如果是 你走这个路线 但是你最后不是回到do的时候 对 好像就是整个公司就没办法进行下去 所以有时候你是 你是在 你可以很自由的玩 但是你最后你还是要回到 你它尊重你公司的最重要的一个人 对 你必须要得到do的首肯 对 但是你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你可以尽情的挥洒 好 那也是要主管OK才行啊 对 好 OK 那我今天就是以这首曲子来 作为就是 我的大调音阶的讲解 对 大调音阶其实 其实你会觉得好像 大调音阶 就是 就不过就是这七个音嘛 可是其实它很多时候 它有很多 其实我在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也是会弹到一些黑箭 对 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啊 为什么就是在 这个C大调啊 我会出现一个 深do啊 或者是 降 降mi之类的音 但是因为我在很多时候 我在那一瞬间 我用了其中一个和弦 一个大调音阶的和弦 来当 譬如说 法这个音 来当do的话 那它其实如果 这个法的 我暂时移掉的感觉 就是法变成主音 然后我就可以走它的 二五一 这样子就不是就降C了吗 所以就是因此而按到了黑箭 对 所以就是在 这公司中 你看起来好像只有七个人 对不对 就do re mi ma so da si 但是其实 它还有很多 黑箭的人物 这个是隐藏版的 隐藏版的 就是帮手 就像是你 就是 开外挂 就是 就是你在公司里面 你借了其他 其他一些 外包的人是不是 对外包的人 那些人就是创造你 整个公司的音乐会更和谐 在中国是不是 为什么是中国 母声音阶嘛 哦 诶 这个 都是要外包到中国 事务经理 诶 还不错 ok 好 那关于我们这个音乐的数物二科相关的事情 就讲到这里 好 很有趣 ok 这样还听得懂 我觉得你的举例非常的好 还好我还跟得上 不过有一些 你在开始什么讲书 什么什么竹 什么的 我就有点放空了 好 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好了 嗯 Do是主音 Re是上主音 上主音 好 Mi是中音 中音 好 Fa是下属音 下属音 So是属音 属音 La是下中音 下中音 C是 什么 导音 导音 ok 好 我知道这个很复杂 很复杂 但是其实你如果用公司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 诶 Do Mi Do是主音 就是主管 然后Mi中音 就是中阶主管 然后So是属音 就是算是 少属主管 不是 不是那个属 它是比较小主管 对最小的主管 然后Re 是主管上面的 可能就是秘书的角色 然后Fa的话是下属音 就是在 就是比较下面 比较爱搞怪 但是还是一个 基本上是 是服从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La的话 就是那个地下的那个 就是像你那个角色 就是地下服务会的那个 那个头这样子 好 对 然后C的话就是 整个公司就是最不起眼 最边缘 但是 很重要的角色 对对就是我这样子 呵呵 自己为 然后呢 OK 就是这几个角色组成的 好 然后适时的开外挂 好 你看这首歌 就是这么的多样 非常有趣 OK 好 谢谢你的介绍 好 OK 好 那祝大家有一个 美好的周末假期 然后也祝大家 先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所以最后你们有要再谈一次或什么 就是跟我们分享其他的圣诞的歌曲吗 因为今天节目有点长了 所以我就 不用再谈了 但是我下礼拜我想要就是每一周的 就是音乐人间观察时 最后面我都放一首 我弹的圣诞歌 好哇 OK 嗯 好 好 那晚安咯 好晚安 拜拜 拜拜 哎等一下好热 我也是 我也真的要 很想要找个 找个时间 这边像密闭空间的 对对 你把它剪成预告 等一下好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太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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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